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努力阻止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争 对孩子的关心促使有问题的互联网监管 以27为例 胜利是乌克兰唯一通向和平的真正道路 不要轰炸胡塞派 华尔街在巴塞尔的刀枪战中带来了枪支 请大家收看 拜登努力阻止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争 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派遣总统副助理阿莫斯·霍赫斯坦 前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激进组织真主党之间 缓和紧张局势 霍赫斯坦已经与以色列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 并计划前往贝鲁特继续讨论 目标是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爆发战争 这可能比与哈马斯的持续冲突更加致命 真主党得到伊朗的支持 被认为是世界上武装最重的非国家行为者之一 估计拥有10万至15万枚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火箭 黎巴嫩政府已经表示希望重新启动 有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谈判 该决议结束了2006年的以离战争 但从未完全执行 专家和官员担心 以离战争的可能性于每一天的过去而增加 因为边境冲突增加了误判或失误导致战争的风险 然而 对双方来说 开始外交谈判并防止一场重大战争是符合利益的 一些专家认为 霍赫斯坦至少有机会推动事态发展 尽管许多人怀疑他能否取得完全的外交突破 真主党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尽管他认为谈判应该在加沙战争结束后进行 黎巴嫩可能需要以色列的一些让步来启动这个过程 比如 以色列表示愿意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陆地边界问题 然而 支持真主党的伊朗 在真主党的下一步行动中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 对孩子的关心促使有问题的互联网监管 以27为例 美国企业研究所 孩子们呢 在互联网法律的短暂历史中扮演着巨大的角色 从通信规范法到儿童在线保护法 加州的暴力视频游戏法等等 在线监管的轮廓已经形成了善意的立法 这些立法被证明是不明智的 违宪的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上个月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 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公布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有望成为这一可疑经典的下一个条目 儿童在线安全法 COSA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 带来的非常现实的风险 但是 他通过对广泛的互联网公司施加模糊的注意义务来做到这一点 其方式可能会使大量在线严谋寒心 并对未成年人和整个社会必大于利 万一他在司法审查中幸存下来 通过Adobe e-images 该法案的关键是第三条 该条要求覆盖平台采取合理措施 预防和减轻对未成年人的特定伤害 包括焦虑、抑郁、饮食失调、物质使用障碍和自杀行为 表明成瘾样行为的使用模式 对未成年人的身体暴力、欺凌和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 宣传麻醉品、烟草或酒精 以及掠夺性、不公平或欺骗性的营销行为或其他财务损失 涵盖的平台包括任何允许共享用户生成内容的面向公众的网站、在线服务或移动应用程序 只要平台知道或应该根据客观情况知道17岁以下的人正在使用该服务 则该义务适用 乍一看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的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该法案有近50个共同提案过 但是 当人们考虑应该对未成年人屏蔽哪些内容时 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什么才算是合理的措施 平台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可能加剧焦虑或抑郁的内容的影响 这些内容的触发因素可能因未成年人而已 为了避免承担责任 平台可能会在审查制度方面犯错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各种在线内容的影响 这种言论的含义应执行机制而加剧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任何州总检察长都可以根据该法案提起诉讼 这意味着平台必须阻止 此类有争议的话题 因为担心某个地方的政府官员会认为该平台使未成年人受到伤害 最高法院严厉谴责了类似的政府努力 以规定哪些内容适合未成年人 在Bron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一案中 法院重申 未成年人有权获得第一修正案的重要保护措施 只有在相对狭窄和明确的情况下 政府才能禁止向他们公开传播受保护的材料 与该案中涉及的暴力电子游戏法一样 COSE涉及的立法 其效果可能确实支持一些受限制儿童的父母实际想要的东西 但其全部效果只是支持国家认为父母应该想要的东西 这种用国家代替父母的做法 不是狭隘的剪裁 对第一修正案权力的限制是必须的 此外 正如电子前沿基金会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某些话题可能会引起争议 但目前尚不清楚禁止他们是否是解决方案 EFF强调 研究表明 Tumblr禁止自残和饮食失调博客的努力 不仅无意中屏蔽了支持厌食症的网站 还屏蔽了旨在帮助与厌食症作斗争的人的内容 类似的努力 可能会通过提示用户创建新的关键字来避免平台过滤器 从而使有害内容同样容易找到 重要的是 不要低估措施COSA和类似立法的真正担忧 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智能手机的采用和社交媒体的使用 与青少年幸福感的众多指标的下降联系起来 而忽视这一现象对我们社会没有任何好处 但解决方案在于让用户和家长了解这些风险 并采取措施减轻这些危害 PPA执行董事帕特赫德格 泰佩托最近强调了俄亥俄州副州长乔恩 赫斯特德 John Husted的一封信 为父母提供了有关如何在儿童设备上 设置应用程序时间限制的分布指导 政府可以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 帮助父母更好地引导孩子了解数字世界 但第一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政府取代父母 作为未成年人可以消费和不能消费的内容的主要仲裁者 人和未成年人过滤器和备案 不确定的前进道路 人工智能革命引发了关于虚拟儿童色情的可怕问题 人工智能和真实未成年人的变形性意向 将言论自由的界限推得太远 在线保护未成年人 昔日对暴力视频游戏的战争中给立法者的一些提示 胜利是乌克兰唯一通向和平的真正道路 外交事务 作者们认为 为了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民主世界必须继续支持该国 他们指出 只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仍然掌权 俄罗斯就会继续威胁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 他们呼吁实施一种能够威慑俄罗斯 并确保乌克兰独立的安全架构 作者们强调了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为实现可持续和平所做的努力 包括与80多个国家合作制定了一个十点计划 他们认为 所有文明国家都应该支持这一努力 他们强调了 西方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的必要性 包括军事援助 欧盟加入和北约成员国身份 已向普京表明乌克兰不会被击败 作者们还强调了 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 以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他们赞扬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抵抗精神 以及他们从民主世界得到的支持 他们警告说 如果军事支持动摇 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后果将是可怕的 他们认为 乌克兰的失败将导致国际体系的解体 和对独裁者的绥靖 作者们最后呼吁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保障 欧盟成员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 他们认为 这些措施将保护乌克兰 并对俄罗斯的侵略构成强大的威慑 他们强调了 通往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明确路径的必要性 并认为 发出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消息 将向普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及他的战争已经失败 不要轰炸胡塞派 外交事务 美国与胡塞叛军在红海地区的冲突正在升级 叛军对商船发动了多次袭击 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绕过非洲之角 增加了航程的时间和成本 美国已经动员国际伙伴保护商船 并考虑对胡塞目标进行军事打击 然而 作者认为 外交手段比军事报复更可取 以往对胡塞人的军事行动 只会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 并在国内提高他们的合法性 作者建议 美国在继续努力遏制胡塞人的袭击的同时 推动也门实现可持续和平 胡塞运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 是对沙特传教瓦哈比主义的回应 并反对也门政府的腐败 他们得到了齐德派社区以外的支持 并在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纳 此后 他们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并利用他们在红海和以色列的袭击来 展示他们对伊朗抵抗轴心的重要性 美国和其他国际行动者 必须对胡塞人的袭击做出回应 以保护红海航线 并防止进一步的地区升级 然而 空袭和将胡塞人列为恐怖组织的做法 不太可能是有效的策略 相反 美国应该专注于外交 并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结束 因为胡塞人将他们的侵略行为 与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联系起来 找到两个冲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对于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和结束胡塞人对商船的袭击至关重要 华尔街在巴塞尔的刀枪战中带来了枪支 路透观点 摩根大通 花旗集团和高盛 批评了美国提出的银行规定 称其不公平且过于复杂 这些提议规定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 引发了银行声称 他们将被迫削减抵押贷款等服务 游说团体银行政策研究所已经发布广告呼吁监管机构停止巴塞尔中局 巴塞尔规则是由全球监管机构制定的 去年7月被美国监管机构修改 并于2024年最终确定 分析师预测 六大银行将在2023年报告超过1200亿美元的收益 然而 这些银行认为提议的规则变更是不必要的 并且将对不太稳定的竞争对手有利 据说他们还与现有的美国法规相冲突 美国银行将面临即使在外国也要遵守的提议规定 而当地竞争对手将受到不同的规定约束 布丹的选举是南亚地区的一大亮点 外交政策 布丹成功举行了第四次民主选举 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托布盖在决选中获胜 成为该国的新总领 与该地区最近的其他选举不同 布丹的选举被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布丹一直在逐渐过渡到民主制度 国王保留有有限的政治权利 尽管布丹取得了成功 但该国面临经济挑战 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冲击了其旅游业 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都着重于经济复苏 由于布丹具有水电潜力 印度被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然而印度和中国一直在争夺对不丹的影响力 这可能会使经济援助变得复杂 孟加拉国执政党阿瓦米联盟的领导人 总理谢赫 哈希纳连任第四个任期 主要反对党抵制了选举 导致美国国务院批评选举不自由和公正 然而 美国重申了与孟加拉国合作的承诺 马尔代夫和印度因马尔代夫官员 对印度总理纳文德拉莫迪发表侮辱性言论 而陷入外交争端 这场危机不太可能破坏两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们都对维护战略伙伴关系 有着强烈的兴趣 资本呼叫 星巴克在印度 路透观点 星巴克计划到2028年 将其在印度的门店数量增加到1000多家 并将一种印度咖啡混合品出口到美国门店 这一扩张计划凸显了印度 希望吸引外国投资和增加出口的愿望 然而 与中国相比 印度市场仍然很小 星巴克在中国拥有6000多家门店 说服印度人 花3美元买一杯咖啡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许多人满足于更便宜的路边茶 尽管在印度的计划雄心勃勃 但星巴克在该国仍处于早期阶段 今年 共和党人 你们有选择 你们想要一场胜负未定的选战 还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马克·蒂森所说 共和党应该考虑提名尼基 哈利作为他们在2024年选举中 击败乔·拜登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拜登的支持率低 但由于特朗普本人的不受欢迎 他在民意调查中只领先一小部分 民意调查显示 哈利将以两位数的优势击败拜登 使他成为最有力的共和党竞争者 共和党不应陷入提名特朗普的陷阱 因为他是民主党最容易击败的候选人 奥斯汀不必要的丑闻是由于傲慢和管理不善所引起的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据《华盛顿邮报》的乔西 罗金称 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隐瞒自己患前例腺癌需要接受手术的人因 最有可能是傲慢 糟糕的工作团队和美国国家安全体系高层的功能紊乱的综合结果 作者称 奥斯汀的行动是一个系统失败 严重影响了他的信誉和自信心 大法官将让特朗普留在选票上 以下是他们将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最高法院不会拯救我们免受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威胁 大法官们于1月5日宣布他们将审议一个问题 即各州是否可以根据第14修正案第三条款 将特朗普排除在选票之外 因为该条款规定参与叛乱的前任官员不得再次担任公职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在六度简报中的常驻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内容 首先 拜登政府派遣副助理阿末斯·霍赫斯坦前往以色列和黎巴嫩 努力缓和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是一场关系到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外交活动 不过 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并不容易 因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 真主党得到伊朗的支持 而以色列则面临来自真主党的导弹和火箭的威胁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方的合作和妥协 希望霍赫斯坦的努力能够取得一些突破 接下来 我们关注了对儿童的关注所带来的互联网监管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便利 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对儿童的保护问题 最近 美国出台了一项法案 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互联网上的伤害 然而 这个法案的实施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争议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 既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侵害 又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此外 我们还关注了乌克兰的局势和不丹的选举 乌克兰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不丹成功举行了民主选举 这是该地区的一大亮点 这些事件都展示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需要保持关注并支持那些为和平 稳定和民主而努力的国家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讨论这些新闻内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呢 请留言与我分享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四度简报 并不明硬